大家好我是小編 那不管你信不信 最近這個媽祖的活動 大家可以在世界屏上面看到 很多玩家每天 都可以抽到 不同的這個能力戒指 那小編自己呢這個 這個角色其實也拿到了 兩顆 也拿到兩顆疾風之戒 不過呢 有些時候我們就覺得說這個遊戲 的設定 會讓人家覺得是不是有個陰謀論 尤其是在 維修之後 所以呢今天 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 我是信了 就是 明天維修之後 或許這個機率會被調整 那 今天呢我們就來開箱把小編所有拿到 所有拿到這個箱子 不管是中級小級 那大級我不小心開掉 好我們就來全部把它來開箱看一下 可以拿到哪些東西 OK那 首先呢 這一隻角色 來開的是 小吉祥 那身上目前來講的話 有三個小吉祥 我現在身上這邊有三個小吉祥 那就把它開起來用 第一個 五卷 多出來的是一個母卷 第二個 也是五卷 第三個 祝 OK那這個的話 我們賺到了 那接下來的第二個角色呢 我們來看一下身上有哪些箱子 那他身上目前是有兩個小吉祥 一個 中吉祥 那以戒指來講的話 這個角色目前是沒有開到半個人 那本來還有大吉祥被我開掉了 沒關係 那我們就來開一下這幾個箱子 可以開到什麼 第一箱 五卷 第二箱小吉祥 也是五卷 那再來我們看中吉祥 這個應該可以開到比較好的 我希望 來開箱 稀有五季箱 哎 這下真的還不錯了 我們看一下這個可以開到什麼東西 破滅者鎖鏈鍵一把 那 我記得我身上有一把 沒有 我身上那一把在交易所 好不錯這個的話我們就拿到 破滅者鎖鏈鍵 那接下來呢第三隻角色身上就比較少啦 有一個小吉祥跟一個中吉祥 那同樣的呢這一隻角色身上並沒有拿到其他的戒指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兩箱可以開到什麼東西 小吉祥先開 能力戒指將拿到一個 那我們現在已經 等於加起來已經有兩籃了 那我們再來開中吉祥 中吉祥就沒東西 那 能力戒指開起來的話就是征戰之劍 近戰的這個 力量加精神這個是近戰屬性的 裝備 接下來這個角色身上呢 總共有兩個小吉祥 一樣是從來在之前都沒有開過 這個 戒指 都沒有開過戒指 所以呢 一樣來拼一下運氣啦 首先我們來開第1箱小吉祥 5卷 第2個 2張5卷 OK結束這一回合 最後一個角色的身上 只有兩個小吉 不過在之前呢已經有先開過一個 疾風之戒 這個是法師 他開到疾風之戒 效用還好 效用不大 那我們這邊有兩個小吉祥看能不能再 開到額外的 戒指 例如說開到閒者之界之類的 來第1箱 一樣是龍 這個5卷 5卷開到幾元 第2箱 一樣是5卷 好 活動 活動累積到今天算是第7天 那除了 對我自己來講 我除了 本尊的這個角色之外 其他分尊我沒有很認真的在參加這個活動 但是 這次的活動他設計實在是 真的是有 那個媽祖佛心到 我覺得 那所以 在這個活動裡面 我的帳號 總共拿到了 6個戒指 公正應該是5個戒指 然後一個稀有的武器 就是剛才你們上面看到的那個 龍鬥士拿到武器 那我覺得這樣子算運氣還不錯 因為那些戒指平常 如果你真的要去買的話 他的價值其實 真的不低 而且 他的 這個出現的機率 也不高 所以 這個活動我覺得真的還不錯 當然我希望的是明天更新之後 維修之後 這個機率不會再變 那 下一次 我就會認真的 把每一個角色身上獲得的這個 吉祥 把它收集起來 然後我們下個禮拜再來開看看 可以開到多少件藍裝 希望機率不會調整 那當然也希望大家 真的都可以拿到自己想要的藍裝 即使他可能對你現在幫助不大 但是有開到 至少就是一個好運的開始 這個影片呢 就分享到這邊 祝大家對我那個好的開箱運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在影片右下角按訂閱 記得按訂閱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囉 感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